马可福音12章26下27节 以撒的一生都是平顺的 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他的一生就代表一个平凡的人 所以神是以撒的神 意思是神是平凡人的神 雅各天性是一个狡猾败坏的人 直到他大腿窝被神摸取了 他天然的生命才开始渐渐成熟 降伏在神的手里 所以神是雅各的神 意思是神是败坏的人的神 因此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不论我们是好的 平凡的或是不好的 神都要做我们的神 也都要在我们的身上 做更新复活的工作 使我们能够被磨成主的样式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比摩西早死了四五百年 但是神却以现在是 我是这样子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所以虽然他们的肉体 肉身死了 但是他们的灵性是活着的 是与神在一起的 所以造人看来 他们是死人 但是造神看来 他们却是活人 这就是为什么 保罗讲到信徒的死 不是说死人 却是说碎了的人 而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所以我们所信的神 是活人的神 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 都是有复活盼望的人 的人 有复活的东西 或哪了 无法薄益